哈喽大家好我是牛 今天这道菜不管是下饭还是下酒都非常的棒 走吧 老板你好 你好 我要那个肥牛多少钱现在 现在30 涨价了是吧 你帮我脱了点肥一点的有没有 对 稍微肥一点的 牛肉现在也涨价了 要三分之一 你帮我撑一下看有多少 21 20吧 好好可以好谢谢 这道菜大葱和香菜都是必须的 又香又够味 有条件可以选张秋的大葱 那个非常好吃 要一根吧 根就够了 家里昨天买的还有 好那今天这道菜就是那种干香爽口的葱爆肥牛 先把大葱切成滚刀块 然后去掉大葱的葱芯 葱芯不浪费可以留着炒菜用 今天这个是一道快菜 葱白和葱芯的成熟时间是不一致的 一起炒容易出水而且影响口感 但是你要是不在意这些也没有关系 香菜切成三到五公分的段 蒜拍一下切成末 来几片姜 姜末也要来一些 为了缩短烹饪的时间 先把肥牛给焯一下水 开水锅下入肥牛料酒 姜片 避免肥牛破碎不要随意的搅动它 等到肥牛完全变色就可以捞出来了 今天这道菜它其实是干香咸咸口 常吃制作烤肉的人可能会比较熟 咱们要先把肥牛给它放进去炒干里面的水汽 肥牛下锅动作不要太大 一双筷子就好了 等肥牛开始涂油 下入姜蒜末 大葱 大葱入锅简单的翻炒 等香味飘出来就可以调味了 生抽来一点 一堆堆的老抽 少来点白胡椒粉 一点盐 下锅翻匀 吃完味的大葱会有些许水分渗出 把水分收干就行了 等大葱上有明显的焦边 且有一股微微的焦香味出来 就差不多了 下入香菜炒个20秒左右 香菜一塌秧就可以出锅了 不喜欢吃可以不放 但是这是灵魂 这香菜真的是简直了你知道吗 有焦香四溢 来尝尝看啊 整点葱 肥牛 嗯 这个大葱真的很不错 熟了之后甜甜的 一定要记得放香菜啊 它会有一股清香 牛肉还是很不错的 我买的是稍微肥一点的 所以它会比较嫩一些 哇 其实这道菜的最佳吃法 你知道是什么吗 北京的那种小小的芝麻饼里边夹这个肉 夹得爆满爆出来 哇 那个特别好吃 那么厚一个 打开把肉放进去 哇 大家其实也可以加点紫然粉进去 出锅之后它就变成了紫然粉 好了 那今天这道菜就照点香肉菜 记得点赞关注 投币三连 我是Nemo 拜拜 我字幕志愿者在买ES 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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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约